热带风暴海轮升级为飓风 横扫加勒比海地区 当地陷入狂风暴雨 棕榈树抵挡不住侵袭 拦腰折断 倒向路中央 波优路淹成水路 汽车雨刷快速摆动 前方还是一片模糊 今年强度最强的飓风海轮 预估二十六号将以四级预风威力 登陆美国 岸边已经掀起滔天巨浪 在北戴州的北戴州 它会遇到那些水 这就是会发生这二十岁的风暴雨 预估当地时间二十六号傍晚 预估海轮将从墨西哥湾登陆 家家户户不敢轻呼四级预风威力 抓紧时间钉木板封住门窗 再多扛几包沙袋回家准备 佛州进入紧急状态 沿岸商家接连搬空店面 上千人被强制撤离 学校乐园关闭 为在东南边的乔治亚州 也提前戒备 由于预风威力强大 加上会遇上风暴潮 沿岸居民绷紧神经 希望能将灾害降到最低 T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